香港泛民主派多個政黨同團體 星期六下就發起聲援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 踢爆在中國內地被扣押8個月的真相 抗議內地強力部門跨境執法並向中共強權說筆 數以百計的香港人下午3時起 從銅鑼灣書店所在的東角街起步 一路遊行到位於西環的中國中央政府駐香港機構中聯辦 參與這次遊行的人群聲勢浩大,多達幾千人 這是繼上次6,000香港人在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李波被失蹤 外界質疑內地公安跨境執法而上街抗議後 至今最大規模抗議銅鑼灣事件的示威 遊行隊伍在銅鑼灣佔據一條行車,一度造成交通暫時阻塞 在隊伍到達灣仔後,隊伍逐漸拉開,警方才恢復行車 這次遊行組織方指告知警方並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遊行現場基本順利,有大批警員維護秩序和交通 在灣仔收盾球場旁邊一個親中團體的近10個人 高喊遊行人士反中亂港,見稱林榮基在內地犯法 罪有應得,雙方人員展開對罵,大批警員用鐵馬將雙方分隔 高喊遊行人士反中亂港,見千萬元 高喊遊行物,大批警員, Hill,島 小良課,大批警員反中亂港,這裡有兩個人